大家好,现在我为大家演示一下发口件研磨工具的使用方法 首先,将发杜安装到工程座上 这里要保留一定的间隙,这个螺母不要上进 然后,按型号装入,研磨杆 这个研磨杆要装到位 然后,将它研磨的发帽装到固定座上 这个固定螺母也不要选择太紧了 要保留一定的间隙 然后,开动电机 速度调到中档就行了,半钟段杆 然后,这个研磨杆平坏地接触到这个发帽中心 然后,这个时候呢,把这个发帽拧紧 OK,接下来呢,开始正式研磨了 研磨前,先加入研磨膏 今年呢,咱们一般采用这个40瓦研磨膏 然后,这个研磨杆每次都平稳地接触到这个发帽中心 停留呢,大概在1秒钟左右 停留呢,大概在1秒钟左右 反复进行10次左右 然后再次加入研磨膏 然后按同样的方法研磨 然后按同样的方法研磨 研磨十分左右 关掉半击 OK 研磨结束